退位不退位 快讲 这是大汉最悲哀的时刻 堂堂皇帝竟被逼着退位 关键是没有一个臣子愿意站出来为其说话 朕随不才 无有过失 曾人将祖宗大业登先去之 无人可靠的汉县帝苦苦哀求 他被臣子们看成是他们身官发财的最大阻碍 于是个个吹胡子瞪眼 不 百官再从公寄业 再从公寄业寄业 若果是个昏庸的皇帝 此刻也许还好受一些 可汉先帝流血聪慧激谨 若不是他老爹把大汉的摊子搞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兴许他又是一位忠心之主 汉室相传四百余年 炎至陛下